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他们四个人打算去一间房子里去过周末 这个房子是女主的外祖母以前留下来的 他们四个人刚进到屋里就被一个怪老头给吓了一跳 老头走后因为他们刚到这个房子里很是好奇 就东看看西看看 结果竟然发现了一间密室 里面放置了很多巫术用品 女主感觉有点不对劲 其中一个情侣还把显灵版拿倒了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几个人商量下来决定玩玩秦鬼显灵的游戏 随后似乎真的出现了灵异的现象 虽然几个人都快吓哭了 可是并没有危害到他们自身 所以几个人并没有在意 第二天清晨 女主在外祖母留下房子的附近看到了怪老头的房子 她都不知道为什么老头会一直住在这里 看这里这么荒凉 真不像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女主刚开始他们到这里的时候 就被老头给吓了一跳 老头好心地告诉女主 原来自己的外祖母曾经痴迷于巫术 已经彻底被巫术给弄得着魔了 根本就不会顾及亲情 她不容许所有的人离开自己 可是女主的妈妈想要跑 毕竟每天面对着自己这样的母亲 也怪吓人的 因为外祖母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 当外祖母得知女主的妈妈想要逃跑 就用巫术下了一个诅咒 召唤了阴影恶灵 想要报复这个不孝顺的女儿 这种巫术的威力太大了 还会影响到女主 所以女主的妈妈为了女主的安全 选择了自杀 女主这个时候才明白自己的妈妈原来是这么爱她 自己的外祖母也太狠心了 不过也没办法 她已经泯灭人性了 而现在他们这群人把显灵板拿了出来 就十分的危险 没想到竟然胆子这么大 还敢玩一些恐怖的情鬼游戏 明显闯了大火 现在那只恶灵又被召唤出来了 他们如果不赶紧跑的话 就会被杀死 女主他们一群人也打算是今天离开 可没想到其中一对情侣吵架了 这小打小闹也很正常 可出现的真不是时候 其中一个女生就跑进了森林 现在森林里非常的危险 女主和另外一个男生没有办法 就赶紧去找妹子 而男生也因为和女生怄气 所以并没有去找他的女朋友 一个人回到了房子里 这个时候房子里突然停电了 一个黑人猛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幸亏这小伙机灵 抄起旁边的铁锹就来了几下 这才解恨 等到来了店之后 男生惊恐地发现 自己竟然把自己的女朋友给弄死了 此时女主和另外一个男生也回来了 情侣中的男生已经被恶灵附体了 想要把女主和另外一个男生杀死 幸亏怪老头及时赶到 一下子就把情侣男生弄晕了 女主和另外一个男生才幸免于难 他们三个人把情侣男生绑了起来 而另一个男生负责看守 老头和女主角负责进密室 寻找破除诅咒的方法 他们首先要将显灵板找到 只有把板子毁掉了 才有可能解除诅咒 可是情侣中的男生 对另外一个男生说了一番话 这男生也心里没数 竟然相信了情侣男生的话 直接把人家给松开了 情侣男生直接抱起 把另外一个男生偷袭了 被偷袭的男生赶紧躲进了密室 他这个时候已经碰见了女主 老头出去寻找那个男生 结果出去查看的时候 竟然发现情侣男生已经死了 那么里面的被偷袭的男生 肯定又被恶灵附体了 老头感觉不妙 赶紧回密室查看 可发现密室的门早就被反锁了 这恶灵也是机灵 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 密室的门被锁着 只能用其他东西打开 老头直接暴力的拎出一把斧子 对着门砍去 而在密室中正发生着激烈的打斗 被偷袭的男生 已经被恶灵附体了 他直接和女主干了起来 幸亏女主不是吃素的 在一番激烈的打斗后 那名男子竟然没有打过女主 这战斗力指数也是罪了 女主成功完成了反杀 就在这个时候老头竟然把门给撞开了 看来实力不输当年 看到躺在地上的女主 再看看那男子 然后赶紧把女主送到了医院 女主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这个时候一个黑影突然出现 女主的眼睛也猛然的睁开了 看来恶灵最后还是没有消失 她在死的那一刻 又重新选择了宿主 而女主就是那一个 老头也算是尽力了 可还是挡不住这恶灵的狡猾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动不动就玩这些吓人的游戏 如果有时间的话 多看些书 增长自己的见识和阅历 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还非常的安全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